上式圖 正式圖 右側式圖 第三角法 1比1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畫這個題目 老師直接就用方言指畫法來畫 有關方言指的畫法請同學去參照下方的連結影片 再來 再來 啊這有0.5的啊我就先 先用這個 我畫好的1公分的齁 下去畫 好前四圖在這邊嘛 所以我大概先數好了 所以這裡 這裡 這是8格 啊1格是0.5公分喔 而這裡是 2公分 我先把 啊 我這次暫時就用這個 我這邊有刻度嘛齁 啊 啊,畫錯了 這邊是4格,我怎麼會數成5格呢 所以這0.5的齁,一定要特別注意 數格子很容易錯啊 啊,這裡是4格的齁 啊 啊 這這裏也是4格 齁,這邊 好 我們先把這個鋪到 畫起來 1,2,3,4,5,6 啊 所以它這邊 3格 好 啊 嗯,這個平面應該 啊,是到這底嘛齁,這個平面也應該到底齁,所以 直接畫 所以這個三角形在這邊嘛 所以這裡也有一個三角形齁 只是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齁 它這裡應該有一個斜面在這邊 到這邊 好 所以從右側試圖看 從正式圖看並沒有什麼影響 好,所以這邊也會有一個像這樣子 所以這裡是0.5啊 好 到這裡,到這邊 這裡總共六個嘛 在這裡 好,到這邊 這邊 好,這裡三角下來 所以基本上 正式圖就這樣子齁 再來 好,我這邊就隔0.5公分齁 右側試圖齁 一二三四五六 好 好 好像六格,可是這裡等一下 好 好啦 我現在 六格3公分啦齁 三公分 這邊也是六格 好 好 這邊把它接起來 好 好 所以這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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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裡兩公分 好 直接接到這邊來 好 這個平面在這裡嘛 好,這裡被擋住了 所以這裡會有虛線 好 所以這個看的時候也是一個三角形 好 好 一樣往上 5mm 好 再來這個 單角形是這樣子 可是這要特別注意喔 這裡應該有一條虛線 一樣是5mm 好 老師剛才說的 這裡有一個斜坡齁,在裡面 好 所以這裡 應該有一條虛線在這裡齁 這邊是連接的 所以這裡是直線下來 好,這一個在這裡,這一個在這裡,這一個在這裡 這一個在這裡齁,三個嘛 好 再來 好 好 再來是 再來是上市圖齁,上市圖在這邊 好 好 這裡 一樣嘛齁 好 5mm 好 這邊 好 這邊 這裡要出來5mm 好 這裡總共 3公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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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邊也一樣 這個斜坡在這裡嘛齁,這裡也有個斜坡 好,在這裡 所以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到這邊來 對,這一個 好 上面也有個三角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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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這裡 好 這個平面在這裡 這一個就是這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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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5 0.5 滑過來 這個箭頭是在這裡 好,記住這裡有一個斜面 所以它這裡要一個虛線 這裡接過來這邊 這個 這裡 這邊有虛線嘛 所以基本上這個圖 就是長成這樣子